來 吃這個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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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老師 多吃一點美食 他什麼都會聽你的喔 OK的喔 老闆難搞不用怕 順毛窩就搞定他 OK的 老師搞定你 OK的不難嗎 真的給你吃好吃的 你就會比較心情好嗎 我大概沒那麼淺 我還得再加上拍馬屁 吃好吃的 聽好聽的話 加兩杯酒 酒不宜了 如果給你喝一杯Good night 老師都不喝Good night 老師直接喝 喝了再上 好 有些難搞老闆 你要怎麼樣子讓他心情好 有方式 你算不算難搞的老闆 我不是老闆 我是 我是客長 我們錄影空檔 你兩三隻手機在那邊操盤 沒有 不算 你不算 你不算 就是想要多學習了 你不算嗎 像阿瑋今天晚點到 你就說酒圍囉 因為他always酒圍 你叫爸爸 爸爸 你碰到 像你 你不會講這種酒圍了吧 對不對 你會在 然後這個 敲到骨頭都有聲音的 酒圍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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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 已經算是幽默化解 幽默帶過 酒圍囉 所以老闆行行款款 像我倒是open book 我的喜怒在臉上 其實有時候我們說 軍威難測 對吧 我們根本不知道說 老闆該怎麼辦 但是沒關係 順他的毛 對 行行四四 但是那個毛要怎麼摸 今天來賓專家要幫我摸 今天都是摸毛大王 好 歡迎第一位 遇過超多難搞老闆的選公日 是的 老闆難搞我不怕 掌穩鬥兒往前滑 蛇水棍一路發 工作順利 笑哈哈 好 可以了嗎 難搞老闆一見到他 就投誠的資深媒體人 笑成哥 我的好 你好 讚嘆養的貓 拉了皮後面那個毛 他就關起來 讚嘆搞的老闆 總有一個罩門的 搞定他罩門 一定有罩門 對 歡迎笑成哥 接下來下一位 難搞老闆總是找上他 生活觀大家報告 好 人說這樣算管理很困難 我說我爹就把你擠下去 拜託 老闆一定會聽我的 今天就教你幾招大絕招 歡迎 歡迎 下一位教你怎麼搞定難搞老闆的職場 觀察家 拿出來 哈囉 哈囉 老闆很難搞 員工很困擾 只要有訣竅 保證不會被難倒 歡迎 有個電影對不對 穿著Prada的惡魔 我覺得那已經是緊繃了 他那個 他晚上要幾點睡 早上吃什麼 咖啡要幾點 我拿一下的牛排這樣 那真的非常難搞 你會到這種程度嗎 我不是這種老闆 我下班時間 我會不好意思打擾員工 笑成哥你也碰到這種 難搞 其實我每個老闆都很難搞 不過最難搞的話 應該算是我朋友 他的公司就在這附近這樣 他難搞到什麼程度 我常常在笑他的員工 叫萬中選一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把員工 叫應徵進來的時候 要看他的八字 星座 雪鑫 那三下東西還要看面相 最後一關是要看面相這樣 然後我這個朋友 他是從那個英國念書回來的 這很奇怪 他就有一個很多很怪的規矩 就是他用日本那一套 而且用到一個 現在很多日本的企業 都已經沒有在做事 就是他會叫他的女員工 如果有客人來的話 要端茶一定要跪下來 先跪下來之後 把茶飯放在桌子上面 然後一點 跪下來 當作公主在用 差不多是這樣 但是不尊重人的老闆 對 而且他 我又懷疑他有一些躁鬱症 像什麼叫躁鬱症 就是 我有時候我跟他應酬的時候 我常常看到他就這樣子 拿個手機過來 就發什麼LINE 或者APP有沒有 發出去 然後大概五分鐘 開始打電話 再傳第二通 傳完之後 結果過五分鐘 再看一下 不行了 電話就來了 就來就說 怎麼樣 你現在是 你是老闆 是我是老闆 我現在有問題要問你的時候 我是五分鐘 為什麼沒有回 回那個我要問的問題 這樣 他到凌晨三點鐘 還會幹這種事情 這樣 難說這種老闆有沒有難搞 真的很難搞 那你說他口不口呢 他也超級滿口的這樣 我才快要了解就是說 為什麼一個 三十六歲的一個年輕人 竟然會這樣子 口到這種程度 就是 他對每個員工出去 假設他去辦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會有限定 他會問你要去哪裡 他下面主管也會問你要去 因為他跟下面主管講 你要把下面的每一個員工的行程 要掌握清楚 為什麼 他說時間就是本錢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講一個秘書 由一個會計到銀行去辦事的話 他會限定你大概什麼時候要回來 如果沒有回來的話 他如果你在偷懶 我朋友就屬於這種老闆 你要怎麼樣順他的毛模呢 第一種是 錢多好賠償 有些什麼事都做不到 老闆你就是錢多 銀子多 2000年 1999年那時候 很多網路公司 那時候募資很容易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進去了 一家公司 那公司才十幾個人而已 沒想到他募資資本 就募了快一億多 十幾個人的公司 募了一億多的資本 其實非常非常好用 你知道錢多到 現金能打開來 都好幾個零這樣 那時候都很開心 那時候我們老闆 因為不是他自己的錢 股東的錢 那時候他就怎麼花呢 就連椅子都很有問題 他一個人有一天就說 來 進來這邊 坐一下 坐一下 坐他椅子 好不好坐 我說OK 老闆好坐 你們的這個呢 等一下我就會幫你們 跟你買這個 副廠牌 還不是那個廠牌 副廠牌給你 我說是喔 他說反正你這樣做 怎麼那麼好做 他說一百萬 一張椅子一百萬 然後真的好像躺在雲端上面 他說沒關係 你還是經理 我說總經理一百萬 沒關係 但是你們經理的呢 都有十幾萬的椅子 就隔天我們五個經理都來了 每一個都是那種超大 那種皮膩 真的躺在那邊會睡著的那種 其實這樣花下去以後 沒想到就問題來 因為花錢如流水 錢不當錢花的時候 當一個轉彎 或是時間一過的時候 你才發現說 不夠 不夠 業績又不好怎麼辦 開始被檢討 就普通就來要開檢討大會的時候 一進來用我的座位是在門口 說Paul 你的椅子居然給我們坐十幾萬 我是清楚 我自己在辦公室坐的 都沒有十幾萬椅子 你居然敢給我坐 批發罵了一堆 然後後來我想說 總經理應該還好吧 雖然被罵 但總經理應該會罵得更慘 結果他總經理說 對啊Paul 你看就是這樣浪費 那時候是他自己抱的什麼東西 抱了這個椅子要買這種 我說怎麼會 他說你看我自己 結果總經理一到他的辦公室一看 他居然是坐的是板燈 因為他已經把那張一百萬的椅子 拿回家去坐 原來已經知道他要來 然後那個一百萬的座椅他又捨不掉 所以就只好偷偷搬回家 自己再拿那種 會議室那種隨便的板燈 強調說他多節儉 反而我吃虧 我變成帶最高氧 我最浪費 到最後被罵的都是我 那時候我是在那個生物科技公司 我們專門在做這個進出口 保養品 保健產品 然後自己有做開發 然後那時候他就很喜歡強調 他覺得要走高檔路線 譬如說我們在做那個保養品 他就想說這個原料要從國外進口 他自己有優勢在加拿大 然後他都會自己就是去聯繫訂貨 他說這個他可以拿到很好的貨 然後在我們如果說要做這個瓶瓶罐罐 大家知道現在都很重包裝對不對 那時候包括我們會選很多個瓶子 包括壓克力瓶 玻璃瓶 或者塑膠瓶 當然塑膠瓶會比較 看起來比較廉價 我們就會捨去 然後他就是要求說 一定要用看起來最高檔的玻璃瓶 而且因為玻璃瓶有重量 所以看起來就比較沉澱澱的 但是玻璃瓶他有時候他做那個 裡面的容積其實是小的 所以如果說我們東西又要很高檔 然後東西要做這麼重 他小量包裝 其實整個這個包裝的成本 跟他這個最後銷售成本都會墊高 他就說沒關係 我跟你講我們就要走高檔路線 包括那個外包裝盒 我們在走印刷的時候 還要燙金 用最好的方式去做這個包裝 那後面想也好啦 他都這樣講了 然後而且第一次要出貨的時候 突然就發現那個原料 還來不及從加拿大運過來 他就跟我講說 叫我坐飛機去加拿大 把那批原料空運回來 就即刻去那個地方拿 拿了馬上就上飛機回來 結果後來那就是非常非常趕 他就要求說所有東西 他只要有錢能解決都不是問題 結果後來就果然趕回來了 然後趕得及出貨 大家知道你看貨物是空運的 東西要最好的包裝最好 所以整個價格就墊高 那時候我們的通路是在做 上海的電視購物 可是那時候電視購物 剛在上海要開始去進軍市場 所以很多人對於電視購物 不是那麼容易覺得說 我馬上就會引起他的購物欲 所以那個價格又太高檔 所以在那個時候 幾乎銷售量是不好的 後來因為那時候我們在做員工業務 他給我們的一個優勢就說 如果我賣得好 大家就可以分獎金 可是問題是做決策說 包括整個規劃策略都是他 所以到時候 因為那批價碼太高 不符合電視購物的市場的目標 所以大家就賣氣不是很好 所以後來那批貨 幾乎就後來就囤在倉庫 完全賣不出去 雖然走的是很高檔路線 但沒有人要買 我就是屬於那種有錢好辦事的老闆 而且我在花錢的時候 我不會管後果的 以前都會有糊塗的時候 你那麼大氣 我以前那時候在做節目的時候 我那種手筆 事前我不怕花錢 事後我不怕罰錢 你沒有怕的 你就知道在我這種經營操作之下 那一家連營業額上億的公司 為什麼會倒 也不是沒有運算 你人生紀錄 重點是一倒 你人生的紀錄 你被罰過總金額多少錢 我跟你講 單次最高的是120萬 那如果全部加起來的話 我看上千萬都有了 對啊 120那條是罰哪一個 120那條就是罰藝人 集中在禮堂裡面 然後會莫名其妙冒出一堆黑衣人 拿餅乾蓋 拿棒子 追打他們 關了一整天 我們也有好心的一面 突然出現一個小天使 說你們在那邊關一整天 肚子餓了 該吃飯了 就弄了一堆飯給他們吃 他們好感動 我說沒想到節目單位也這麼有人性 正要吃的時候 黑衣人就跑出來 把他們看說先了 你有錢好辦事 你以前是這樣回覆 我以前是這樣個性 因為我們這種人就是愛面子 然後你如果看到工作人員 在跟客戶殺價有沒有 我的員工其實很禁止 他有時候在殺那個藝人的錢 為了那個睡外跟睡內 跟人家講一個鐘頭 黑衣人哥拜託啦 你那麼有錢的 就含睡嘛 睡內嘛 那個睡外 我在辦公室裡面 因為不是味道你知道嗎 這怎麼嗆你公司的氣度 對啊 我忍不住我走到外面去 他在講電話把電話掛著 碰 丟我的臉嘛 睡內睡外 差那五六百塊 你跟人家講成這樣 我們公司的顏面至於何地 丟臉死了 不要再這樣了 後來有一次就是 因為我們看了一個日本的單元 好厲害喔 他就是 他一個叫做到你家洗澡 比方說 在徐薇老師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我們 我不要 誰到他家吃肉 你要說 黑衣人哥你是來賓對不對 你是主持人對不對 你要用你的辦法 因為我給你 我給你二十萬元的獎金 你要想辦法潛入他家 然後潛入他家不算過關喔 他到他家以後 到他的浴室 洗完澡 拿再出來 你就可以領到二十萬元的獎金 很厲害吧 用他的肥皂 我有氣 只要你不告他就不違法 你瘋了吧 重賞之下並有勇夫 有啊 有啊 後來我就做了 我一定告 我一定告 我告你家的話 可是實際操作上面 沒有辦法真的讓人家不知情 就是 shay一下 那每個客廳 房間 浴室 廁所 廚房等等 算一算 大概八台攝影機 因為你總不能一台那邊跟著跑 那就瞎掉了嘛 最好就是每個地方都塞好攝影機 你只要進去自然就拍到你 走到那裡 就跟監視錄影機一樣 到那裡他就拍到你這樣子 那工作人員跟我說 運哥 這不可能 這一個單元 就吃掉我們一整個節目的製作費了 他說八台攝影機一台一萬 外景一台一萬 八台就八萬了 然後你還要搞中搞戲有的美的 還有你八台攝影機 一機都有一支袋子 你錄回來會有八支袋子 那你要 你怎麼剪啊 你怎麼剪 剪死人嘛 那你一帶一帶在那邊看 那邊那邊挑畫面 怎麼有的沒的 後來呢 光那個錄製 花了差不多三十萬 然後呢 後製又花了三十萬